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鴻怡 我是一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哇 欢迎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叫 下一站部级纳法所的作者 朱玉明 朱医师 是吧 OK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内科医师 最近听了一个八分钟的演讲 知道我们的健保制度 造成已经很多地方没有医师了 就觉得对 还愿意做医师 我们都以保育类动物来看待 好不好 对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位是 老黑先生 你要打哪一本书呢 是懒人大理行 还是三大叔乐活退休术 OK 最讨厌访问这种作家 OK 因为他们都在玩 田凌斌先生你好 OK 老黑你好 好 还有一位呢是 乐团主唱 也是唱片全世界 他到底是玩还是去唱呢 这是我们的Freddy OK 散灵 乐团主唱 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旅游作家 他就是 在地中海开车 写了一本书 好 那么 这是于田 大家好 我是于田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有看吗 人家的生活很好 这个人叫做爱活主张 这个人叫做乐活退休术 我们活着就是要很快乐 就是要很爱 对不对 很爽的 你这次 难过来出门了 工作辞掉 所以这个是 先讲一下地中海公路日记好了 也就是说你是开车 游西班牙是这样吗 对 沿着地中海 就是西班牙的西边 东边 东边啊 西边就是葡萄牙 你以为我们没渡过地理了 左右不分 sorry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西班牙人 你在西班牙住什么城市 我住马德里 马德里 对 马德里不思议嘛 我们都不知道那首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马德里的人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们一整天 那个就是很 很relax 然后做什么都好慢 然后吃饭吃好几餐 那每一餐是餐餐都在配酒的 这样从早餐就开始 对那就是 马德里的街头早上 没有匆匆的行人吗 还好 比起台北市真的算是慢蛮多的 而且大家走起来都很优雅 他们不用朝九晚五吗 还是要啊 但是他们有些比较传统的商店 中午还是有他们很有名的 那个siesta就是午休 嗯 所以像有些那种民宿啊 他们是中午的时候旅客是回不去的 因为主人在午休 嗯 对 那一天吃几餐 一天大概有四餐 嗯 比如说第一个西班牙的公路 跟我们台北就不一样 对不对 对 容易鬼打墙是吧 哈哈 因为它那边其实路很大 其实是很好开的 但是 呃 在那边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GPS有时候就是会当机嘛 那就是收不到的时候那可能某些路段他们又常常在修路 嗯 他们很多主要路段是一直不断的在修路的这样子 在这边 对 你要讲的是这个 对 然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后就是会常常会有一些状况 嗯 那平常塞车是很不正常的 那有一次就是我开了好几次 然后就是有一次那个塞车的时候就觉得 诶 怎么是怎么会怎么回事 那原来是前面就是呃就是在冒烟就是有那个马车 西班牙很有名的就是很多骂嘛 那它有那个运马的那种货车烧起来这样子 那大家就是他们民族性很可爱 嗯 就大家就会下车聊天啊 然后开始问就敲敲隔壁车子的车门啊 就是前面怎么回事啊 嗯 那前面的车主就是很很热心跑去前面看怎么回事之后就会通报大家 那大家就下车玩开始聊天了这样子 对 这要是某个国家也是会塞车 啊这个车上的人呢就会下来带小孩子在旁边尿尿 哈哈哈哈哈哈 也有人会下棋啦 这是西班牙对不对 对就是塞车的时候大家都下来看然后会聊天这样子 那就是也都不急也不会 就大家都不会就是不开心还是怎么样就是就开始聊天了 他们靠左走靠右走 靠右边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所以你就习惯OK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浩智都看懂吗 浩智大致上是看图形还OK 那其实我在外面就是找路找地名这样 那但是有些小乡镇都是没有听过的 所以我这趟旅行就是一直在鬼打枪一直在迷路 然后就是有收3G也收不到 哦跑不出来 对跑不出来 那我副驾驶座是我妈妈所以她也帮不上忙这样子 哦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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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不会帮你这个找那个GPS不会操作 她不会用Google Map 哦哦哦哦哦哦哦那这个要讲什么 这个部分就是呃其实在呃我之前是住London London跟那个英国跟西班牙一样很多这种Roundabout就是这种圆环 那你每一个每一个插口就是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城镇去这样子 那有时候因为那速度很快嘛 它速限大概120左右 嗯 那你一错过了你就要再绕 那不确定你也就是一直在原地一直绕 绕到你你确定是那个出口再下去这样子 哦哦就有一点其实台湾是这样 台湾就是说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后你一定要 如果你觉得错了你要下扎道 对 好但是招到要再找另外一个招到上去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但是它就是在原地 圆环那里一直绕这样子 哦哦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比较没有看到 对没有看到这个 好啊这是这是哪里 这是我有走错路的一个一个就是奇遇就是 本来是走错路但是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就是沿着地中海走 其实有很多沿岸是不知名的地方 但是大家都是会停下来享受海滩 然后就享受那个就是海滩生活这样子 它其实不是景点的 哦很漂亮 它完全不是景点就是大家就是会停下来 就停停走走这样 哦啊这是有人在这边露营吗 他们就在那边晒太阳在picnic 所以在地中海夏天晒太阳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生活 非常重要 他们一大早你大概早上起来吃早餐 就发现已经有人在海滩占位置 而且拿着那种海滩折叠椅 所以他看到东方人每天要防晒这件事情 他们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所以我妈在那边变焦点这样 哦因为你妈都是衬衫 然后戴手套这样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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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抢银行哦 哈哈哈哈 对就是 对就是 他们没有晒黑的问题啊对不对 他们喜欢啊他们觉得sexy 哦 晒黑是比较sexy 对 哎这个很漂亮哦 这边是海吗 对它就是一个 这边是海 这边是蟹湖 蟹湖 哦 这是一个沙洲这么长 很长 那它就只有单线道 就是只有单线车子可以开 那其实进去常常都是塞车的 那这左右两边都是餐厅 都是可以看到海的 就是地中海美食餐厅这样子 哦 哦 那结果单线道进去 那出来呢 其实是可以 没有没有 它是双相但是是单线 哦 对 哇 这个真的是漂亮 而且它的相弄都是用数字编好的 哦 对 是海边 对 好 这是 那还有什么可以看呢 这是酿酒吗 这是橄榄油厂 就是我这次就是 就是有去参观 就是西班牙当地 西班牙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个橄榄油输出国 你不看到铜叶绿树 铜叶绿树 你知道铜叶绿树吗 蛤 不晓得哦 你好久没有在台湾 对 就台湾的那个 食用油的风暴 哦 了解了解 对 他们那边的就是橄榄油装 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真的很干净 就就像这样子 那它是随时就是 欢迎你参观的橄榄油厂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它的 就是 这就是它里面制油的机器 那地板上面都不会有那个油腻感 嗯嗯嗯嗯嗯嗯 对 那就是都好干净 嗯嗯嗯嗯嗯嗯 对 你应该去台南那一家叫什么 哈哈哈哈 不是台南平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然后一般餐厅他们用油也是都非常注意 它不要让你回充 回填充 它连那个就是桌上 一般餐馆的橄榄油 它前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金属管上面都有一个 就是玻璃珠 嗯 它就是不让你去打开再回充 它就是原装 啊啊啊啊啊啊 它不让一般的餐厅 那有让我 那客人没有用完还会再倒回去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或者是你用别的油来混油 哦哦 对 它就是防止到这种地步这样子 对 对 那他们的两性关系呢 我觉得他们是 这个重要 等一下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地方很漂亮 对 哇 这比较好 新闻 哇哇哇 好 美人姐 她这个 最近有一个节目 她有一个老师 就是 就是 断定说她接下来的男朋友会是个洋人 哦 所以她很可能 没有啦 哈哈哈哈 就报纸都写了 海外 好不好 海外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 我在世界各国 所以要问西班牙的两性 西班牙为我们的市场 这样就对了 他们很传统对不对 对他们很传统 因为天主教国家 对天主教国家 离婚率高吗 我身边的那些朋友 因为我在那边常住一段时间 在英国也都是跟西班牙的朋友 hand out 没有欸 他们身边没有人离婚 包含他们的family都没有 你婚后更惨 跟我们这边就是 跟我们的那种东方文化是相反的 嗯 怎么说 就是他们 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还有包含他们的父母亲 其实很多决定 还有就是 呃 在很多场合 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 都是女生比较 在做决定 然后都是男生比较 哦 看女生这样子 看太太 看女朋友 然后女朋友如果不OK 就不OK 就不OK 这样子 嗯 这是什么 这是软堂店 因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是航海大帝国嘛 所以它整个其实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 都是常常可以看到海盗文化 那我会拍这个软堂是因为 它就是一个海盗 看起来像一个海盗的藏宝 的店 然后都很多这种像木桶 应该是要装金银珠宝的 可是他们就装了一堆的软堂 啊 对 是不是 对 那他们也打网球 呃 没有就是软堂 就是他的 纳达尔是哪一国的 西班牙 西班牙 开玩笑 纳达尔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哦 对 就是他软堂啊 就是